新竹市長真的權力非常的大 因為像台北市的話 就是一個里長 一年就是20萬30萬可以居用 但你知道嗎 在新竹市的里長 要拿到里建設經費 要看市長的臉色 所以市長特別疼愛 就拿特別托爾錢 這也是難怪為什麼高宏安 現在因為炸領助理費的案子 出庭每一次開庭的時候 有那麼多的里長 會去現場申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申援里長越多 是不是越容易判無罪 不知道 不過申援的越大聲的里長 拿到了市長的特簽 拿到了里建設經費的越多 高宏安告訴這些里長什麼 申援我越大力 專簽越好過 活動經費越好拿 通常市長如果要去招商 一定有專門一個預算 而陪市長去的是誰 一定是負責那個縣市 這個經發處或者是經發局去的 結果這一次經發局沒有去 是一銷去 是消防局去 你用招商的明目 你是真的把大家都 當作沒實在吃錢 你就隨便亂講 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高宏安因為終結 這個一審的判決快要終結了 他要趁這個時間 把所有的錢全部都花完 所有能夠他用的東西 他全部都要包包的 絕對不要交給下一任 說邱承遠現在勤跑通常 因為市政府也沒什麼事情好幹嘛 邱承遠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市長 因為都有一堆的地下市長 所以他的副市長 未來即使當市長 我覺得都還是公安掌控的 林議員還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他不是說已經分手了前男友嗎 然後事情爆發的時候 當初他文化局長前 他們就爆很多料 就是說他都介入市政 當時他曾經說李中庭以後就不能夠再進市政府了 我們到時候還開玩笑說 方圓幾公里之內是不能進去的 而且他還特別告誡 這個新竹市的同仁公務同仁 如果要接近李中庭要先跟他報備 他還第一時間跟大家這個說明 所以要告訴大家說 不要來接近我的男性友人 這是刺發當時的說法 對 現在呢 可是現在很奇妙你會發現到說 他其實把那個民政處處長的辦公室當作是自己的辦公室使用 你說誰誰 李中庭 他現在又回市政府了 他其實應該都是一直在進出在這個市府裡頭 那其實我覺得民政處的同仁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那坦白說他真的是所謂的地下市長 因為市長市就剛好的辦公室就剛好位在這個民政處的樓上 那其實這個根據這個同仁的爆料是說呢 這個李中庭有一次就借著這個施數庭不在的時候 那就直接就直接進入到他的辦公室裡頭 那過了一會就有一票人就跟著又進到這個辦公室裡面 等於是說他帶著一票人一群陌生的人在這邊 在這個地方談事情 那至於談什麼 這個就不得而知 所以但是這個就可以很明顯的再一次的說明說 其實他們一直都還是有很密切的來往 而且他真的是把民政處把這個公務體系的同仁 跟這個市政資源當成是自己家在使用 好像在怕廚房一樣 實在是非常的離譜 好 剛剛這個阿傳訓言我講到說 這個第二玉貝金 很多市長客來自己出國的 這是對的 另外看的是特遷的補分 這個特遷的補分這樣開 所以這個里長深月它的越來越多 特遷有這樣開的嗎 其實這個新竹市長真的權力非常的大 因為像台北市的話就是一個里長 一年就是20萬30萬可以居用 但你知道嗎 在新竹市的里長要拿到里建設經費 要看市長的臉色 所以市長特別疼愛就拿特別托爾錢 這也是難怪為什麼高鴻安 現在因為炸領助理費的案子 出庭每一次開庭的時候 有那麼多的里長會去現場聲援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新竹現在目前有103個里 我們每一次看到高鴻安開庭的時候 不是很多的里長千里挑挑 從新竹都會到台北來 去幫他加油嗎 所以包含林營他們就把他做了一個統計表 這個3月6號的時候 總共103個里裡面有15個里長 去幫他加油打氣 佔了12.3% 然後3月13號有11個人 然後接下來3月27號15個 4月10號19個月到最後這個終結審判日期 人越來越多了 4月17號來到了27個人 聲援的里長越多越容易判無罪嗎 是 聲援的里長越多 是不是越容易判無罪 不知道 不過聲援的越大聲的里長 拿到了市長的特簽 拿到了里建設經費的越多了 所以你知道嗎 新竹有一個文雅里的里長注意 就說其中有一個里長 叫做武林里的李思敏 因為他這個聲援的非常的大力 所以你知道嗎 一般來講 通常這個里建設經費 通常如果上籤去申請的話 一個活動 頂多就能夠拿到2萬3萬 但這個里長 居然可以拿到10萬塊 就是市長特簽 拿到10萬塊 而且不只可以買桌機 還可以辦這個鴿 買鴿草機 他的這個里 這個武林里 連社區發展協會 都有11個補助 拿到17萬 這對其他的里來講 都是異常的 沒有人他娘後 另外更誇張的是 不只特簽 還有專門的標案 是給這個武林市民活動中心 新建工程去做什麼 是做廚房 拿多少錢 拿53萬 所以高宏安告訴這些里長什麼 申援我越大力 專簽越好過 活動經費越好拿 這也是為什麼里長 每一次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明明是一個 炸領助理費 真建設的安 為什麼這裡 你一定有簽理挑挑 都要去申援 不是為了高宏安 不是因為真的覺得高宏安 做得有道理 是因為我到了 高宏安看到了 高宏安特簽就簽了 我活動就有經費可以辦了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真的 徹頭徹尾把新竹 所有包含里長 包含里民 當成自家的 我懷疑怎樣用就怎樣用 另外我要再補充一下 高宏安這一次出國 跟著義消去出國 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人家都質疑他說 為什麼你用二倍金出國 這明明是市民的救命前 意外發生的時候 凌職要使用的錢 你怎麼可以用這個錢出國 他居然講說 因為我要去招商 我都覺得很奇怪 這個義川大哥也曾經擔任過 市府的一級主管 通常市長如果要去招商 一定有專門一個預算 而陪市長去的是誰 一定是負責那個縣市 這個經發處 或者是經發局去的 結果這一次經發局沒有去 是義消去 是消防局去 你用招商的名目 你是真的把大家都 當作無事才吃錢 你就隨便亂講 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高鴻安因為終結 這個一審的判決快要終結了 他要趁這個時間把所有的錢 全部都花完嗎 所有能夠他用的東西 他全部都要包包的 絕對不要交給下一任 好像那個新竹市長不是在出庭 就是在出國的路上 那即便如此 他的副市長邱成遠進行佈局 能順利的接下這個市長的棒子嗎 對 因為常說 大家媒體有說 那個邱成遠現在勤跑通 因為市政府也沒什麼事情好幹 因為剛才講過 市府裡面大風吹 大風吹什麼都要換成高鴻安的人 民政局有地下市長李中庭 還有姐妹濤的私塑庭 連控制這些里長的補助款 還要聲援高鞍出庭的事情 這個東西表示 即使高鞍被判有罪的時候 即使一審有罪 他必須被停止的時候 邱成遠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市長 因為都有一堆的地下市長 邱成遠這個人雖然人很不錯 大家關係都很好 也是大家可以接受人選 那其實他地方的基層 地方的人脈都不熟 所以他的副市長 未來即使當市長 我覺得都還是高鞍安掌控的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連他的隨行秘書 邱成遠的隨行秘書 這個奶油小聲 叫薛芳毅 這個以前是跟高鞍安的隨行秘書 跟高鞍安的隨行秘書 親密到什麼程度 高鞍安那個保時捷 以前我們爆出他名稱保時捷 只有薛芳毅可以做 而且他跟所謂的這個 邱成遠這個副市長的隨行秘書 我也當過隨行秘書 阿布拉的遊戲困著隨行秘書 老闆叫我做什麼 跑得跟飛一樣 不是他不是 邱成遠叫他說 你幫我去拿一個東西 結果說等等再拿 這個不重要 他可以指揮副市長說 你的事情不重要 我的事情比較重要 隨行秘書其實是高鞍安安排在 邱成遠旁邊做監軍的 如果連邱成遠的隨行秘書 都只是高鞍安的監軍 那未來即使兩個月後 高鞍安被判有罪了 不是這個市長 那整個市政府到底是誰指揮 不要忘記了基層市府的人馬 包含民政局 包含這些所謂的資源 都是高鞍安在掌握的情況下